入手这条黄化红旗帛已经半个月了,已经基本脱离危险,为了给那条短身腾出空间,我准备把它移到大缸里。 这是朋友调到的一条短身红旗帛,关于它的成因,在前面的视频中重点介绍过,有很多网友评论给出了不同的看法。 如今它嘴巴的伤也正在愈合,由于鱼钩伤了嘴,当时很严重,一度认为无法存活,没想到它居然转为为安了。 开始移走黄化,我找了个泡沫箱,从圆缸打一点水,准备把黄化捞出来。 脖泪特别容易掉临,破旗,为了减少对它的伤害,捞鱼动作尽量轻柔。 捞出来之后先放在泡沫箱里,准备入缸,这个1米2的缸是之前视频中介绍过的,专门用来养那条大的黄化红旗帛。 很久没有擦缸了,玻璃表面滋生了一层青苔绿藻。 新入的这条黄化尾其缺口还没愈合,但问题不大,不久就能完全恢复了。 在这个大缸里原本就养着我之前那几条黄化。 新鱼入缸,希望它们能够和沐相处。 刚刚进入新环境,这条黄化有些不太适应,蹲在角落,没有到处游动。 小缸里只剩短身,没有大鱼的压制,也希望它的伤能够赶快愈合。 马上就要开始尝试投胃了,我会陆续更新它们的调养开始记录。 更多视频敬请关注。